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1月16日 星期二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凡過梵蒂岡的垃圾徵費 據報近日越解就越亂 有人問到究竟可不可以向那些區議員拿一些指定袋 當免費拿的行不行 政府市隔多天終於正面回應 星島日報有跟進 和各位一齊了解 另外亦說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垃圾徵費越解越亂 可不可以向區議員拿指定袋 政府市隔多天終於正面回應 報道的內文提到 垃圾徵費4月新效的社會關注度急升 但無論議員 市民 或物管公司 對政策的細節仍有不少疑問 其中環保署前日對於派袋和包底問題的解謀 就引起新的疑團 更加演變成為議員和官員的隔空過招 當中有民建聯議員日前表示 環保署官員曾經在地區活動上 表明市民將垃圾丟棄在樓層大的垃圾桶的指定袋 即俗稱包底是違規的 必須匯代都要用指定袋 另外指定交代不能轉陣 區議員下區都不能派袋 不過環保署澄清法例只是禁止沒有認可售賣 沒有限制任何人士或團體 在非謀利的工作中派發指定袋給市民 法例亦沒有禁止物管公司包底 但此舉不能免除每個住戶丟棄垃圾之時 需要用指定袋的法律責任 因此政府沒有建議包底的做法 儲方說物管公司仍然需要以指定袋包好住戶 沒有用指定袋丟棄的垃圾 才可以交給垃圾收集商 不過這個澄清反而令到物管公司和法團壓力大增 躺藥日後業主要求物管公司包底 將垃圾貸攤分到管理費 起非違背了用者自負? 事實上根據政府向業界提供的良好作業指引 當中已經指出物管不應該包底 至於派袋的問題 當局說沒有限制 事先又需不需要向廚房申請? 民建聯議員昨天出帖 同文並貿質疑廚房說法 他引述當年立法會審議期間 環保署官員曾提到 不論牟利還是非牟利的指名業務 派指定的垃圾袋都要先向廚房申請付權 以了解派發活動是否符合政策原意 兩年過後又有官員指免費派發交代並不允許 這兩個說法和廚房最新的澄清有出入 面對連番質疑 環保署昨晚回覆查詢時表示 廢物處置條例似禁止未經環保署署署長 授權而受博指定袋及標簽 並沒有限制任何人或團體 在非牟利工作或活動中派指定袋給市民 也不需要申請 換言之 倘若區議員向市民派設指定袋 並無問題 當日垃圾徵費的法案委員會主席易志明就表示 審議過程其實只是約略,就討論執行的細節,政府立場是透過財務承擔鼓勵減費,所以透過立法向市民加諸使用指定膠袋的法律責任,具體執行交給政府想。 另外,至於派膠袋的問題,他同意早前政府說法較為含糊,如果容許免費派發這些徵費垃圾袋就會失卻這個政策原意, 但認為幫助基層有不同的方法,就說這麼多東西派,為什麼一定要派垃圾袋呢? 以上來自聲道日報的報導,近日一切的混亂,看來源自立法會議員梁希,話說她的說法和處方不符,處方連日來要不斷澄清。 梁希就說當年審理那條條例的時間,處方不是這樣說的,不過其實說到這個條例,落地執行的時間,當然以局長和處方的說法為準。 因為這位議員日前就說,派這個袋,即是免費派給人是違法的。 另外,若然物業管理公司會塵樓的垃圾桶,拿一個大的徵費袋來包底,又違法的。 即是不說以為你是處長或是局長。 在說很混亂,導致環保全年日來多番澄清。 這位議員繼續隔空搏火,就說,不是,當日你審議條例的時間不是這樣說的。 最好笑,莫過於報導內文說過,那個委員會主席易志明自己都說,審議過程只是約略討論執行細節。 原來我們當日,主席也這麼說,當然是跟偉大的主席的說法。 簡單來說,當日不是太過很深入審議的,很約略的。 結果導致很多問題現在發生。審議本身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夠避免那條法例落地的時間對市民的影響減到最低。 現在那些議員真是認真世界級。 最新情況跟大家了解一下,就說到話說越來越混亂, 未知就儲方稍後會不會有一個更加詳細的公佈。 令到市民你都要知道條法例怎樣做不違法,然後才可以配合。 不知大家又怎樣看,不妨劉過言聊聊天。 另外亦都說經濟情況。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一填百貨是縮減規模。 市民估計調整策略以應對疫情過後的消費模式。 街坊擔憂,香港經濟不振。 報導的內容提到,以售賣日本食品為主的一填百貨將會縮減規模。 沙田和大部分店的百貨部將會結束,分別營業到下個月的13日和18日。 今天星島頭條記者到沙田的一填百貨了解情況。 有市民表示,此舉是因為疫情過後的消費模式不同了而作出調整。 亦都有街坊因此擔憂,本港的經濟持續不振。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記者今天到過沙田的一填百貨了解過。 大家知道一填要縮減規模。 當中有人認為與北上有關,有人認為無關。 不過的確不想擦乾了香港人的部分消費力。 當中受訪的同學都說到媽媽都鍾情於北上靠密。 另外疫情過後的確多了網上買東西。 結果這一類百貨公司都不得不縮減規模。 不知大家又怎樣看那個縮減規模帶來的警號又有多大呢? 不妨留個言聊聊天。 另外亦都說過這宗熱話,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在停車場入口遇到行人,司機停車禮讓被一句勒興。 不過公審反而捱到批評,就說他自己是馬路炸彈。 報導機內文提到,這位司機在Facebook群組車camL上傳車cam片段。 指不時會有行人不留意車輪環過巴馬線或者停車場的出入口。 他認為就好小事。 但就不滿,停車禮讓對方過後仍受指責,大感不憤。 因而公開短片,公審對方。 片段顯示,事發在九龍灣。 片主在雲基街,轉入林興街。 當他準備駛入停車場之時,有三個男行人同時走近。 其中兩人留意到片主的車已經即時停下腳步。 但其中一位男士只顧看守經,沒有遺疑片主,所以繼續前行。 片主唯有停車禮讓對方。 不過對方回望過後就指,這條行人路來的。 片主就笑著反擊對方。 就說很好笑,撥都沒有撥你,這麼搞笑的。 事主在鐵文不分地址,這裏是車場的出入口。 亦都說停車禮讓你,你都說廢話。 質疑對方遲路賣路,又爺元男子的同行朋友, 或者同事在他的身後面攝笑。 那片段曝光過後,網友反過來質疑這個事主, 是馬路炸彈,惡人先告狀。 就說,你這個位應該要禮讓行人。 亦都說,見到有人走近,都還要推過頭進去, 撥被人罵,就是這一種人。 不過,亦都有留言為事主辯解。 就說,事主又沒有說行人點不對,又沒有說自己點威, 只想表達這樣也被路人罵。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事主就把片段放上幕, 打算公審對方,結果被人罵回頭。 因為這些出入口,其實應該要先讓行人。 原來附近也有路牌,有警告的標籤, 就說,有不少行人都會在這個位置還過馬路。 所以,其實司機特別小心就可以了, 就不用公審對方。 不過,事件寫了上網,成為了今天的網絡熱話之一。 我是礦仔,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